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切菩提芬》 《切菩提芬》里面第一个是责法 《切菩提芬》 善别争妄 邪正是非善悟 不取虚为法 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 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 这一条实际上相当不容易 就像大夫治病一样 这个处方 一定要对阵 完全对阵 那确实是要道病除 一切众生的根性 要想很清楚 很明了地掌握住 地区比大夫诊断病云要困难多了 所以这一桩事情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就近 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 那没有问题 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 他有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神通 圆满的德能 他能看出一个人 过去深中 深深深深 这个事情好办了 所以佛为众生说法 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 这部经还没讲完 就有不少听众开悟了 正古了 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 佛掌握你的病远 准确 说法对机 佛灭祖之后 的确 这些弟子们 实实在在讲 也待不如也待 那么诸佛菩萨 何以不硬化到世界来呢 实在讲 诸佛菩萨确确实实硬化在世界 众生的根性不同了 不如从前 从前的根性深厚 即使是对人对四对五 都有沉浸的心 现在没有了 映光大师讲得好啊 一分沉浸得一分离 十分沉浸得十分离 现在沉浸没有了 即使佛菩萨来教化我们 也得不得离 没有恭敬心 所以 责任 还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 不在乎菩萨 那么这方 在新阴前这个时代 我们自己不能不留意 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 知道自己的根性 知道自己生活环境 这个法门 我学习 我依照这个修行 在现前去 把障碍减 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我们修学 这个成就 希望就越来越大了 不可以听说 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好 法门多好 没有一个法门不好 问题 是不是适合我 修学 是不是适合我 现前生活环境 这个很重要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 佛菩萨祖师大德 提供我们很多参考资料 释迦牟尼弗 叫我们 在末法时期的众生 选择净土 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法期间 净土的经论最少 包括近代祖师 就是 父增上面 父增上去的 总共也只有五经一论 这五经一论 哪一种适合我们 选一种 就足够了 一种学习 有了成就了 得到发医了 还有余力 可以再学个一种年种 不能涉猎太多 涉猎太多 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 那就很难有成就了 这里头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 不取虚为法 虚为法里面特别是邪志邪进 不是真法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 在静中发门 最近这两年来 有很多人反对 会计